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Hannah Face up 我是Hannah 今天呢我简短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爱用品 为什么说是简短的呢 因为好消息就是 Face呢明天终于要上线了 她会把她最近的爱用品 做成part 2 那既然要快速 我们就赶紧直奔主题吧 那第一件呢 就是特方这双鞋 这双鞋呢 是我在Wconcept买的 之前的海棠视频里面呢 我给大家分享过这双鞋 这双鞋呢 也是我在Wconcept下单的嘛 然后这双鞋就是一个 Mule的设计 然后在同一个时间下单呢 我还下单了这一双 然后这双鞋是大概晚到了 晚了两三天到的吧 这双鞋就是一个非常小的 小小的一个小短根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也是一双Mule 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 非常非常的爱Mule 一套鞋一套就穿上 然后也不会有任何摩脚的问题 就觉得他们好舒服 它的鞋头有一点点像是 Manuel Blahnik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复古 非常的好看 搭配上我今天穿的这一身呢 就非常非常的走一个复古风 所以呢我最近很喜欢 穿着它到处的走 而且因为它的根很矮嘛 超级的舒服 说到复古嘛 所以第二件爱用鞋就是 这一件毛衣 那这两年这个装红色 已经是红到 真的没有话说的 所以我也不用多说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毛衣 它是一个高领的一个设计 我们湘宾冬天已经到了嘛 但是这两天还不是很冷 所以说我这件衣服 然后底下配一条 阔腿的牛仔裤 都是非常好看的 那好下面一件 牛仔裤呢 也是一个这种 oversize的版型 我想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吧 我最近真的是 泡不到一个 天呐 无法想象的一个状态 我所以最近买的东西 全都是什么阔腿啊 然后宽松 oversize啊 这样的衣服 因为我其实 脸还有手臂胳膊 其实都是还是细的嘛 所以能把这些部分 尽量展露出来的 就尽量展露出来 然后其他能oversize的 就尽量oversize 那毛衣呢 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 我不知道大家有在 Zaro跟我逛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 我觉得这件衣服 真的超级的好看 就是第一眼 我就看中它了 因为它这个袖子 不对称的这个设计 然后它这个color block 的这个transition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然后它背面是一个蓝色 也是 这件衣服也是 我喜欢配那个 宽宽松松的那个 阔腿的牛仔裤 我觉得穿上去 非常的复古 非常的有范 而且再说一遍 就是配上这双鞋子 哇好看到爆了 我觉得 而且整个人 就非常的有气场 好像我每次逛街 如果穿这件衣服 都会有容 我说这件衣服 哪里买的 然后我然后鞋 在哪里买的 那说到搭配 复古的妆容嘛 我觉得 最近这两万化妆品 我经常会用到 一个呢 就是这个Tom Ford的 这个 颜色掉了 那第一个呢 就是Tom Ford的 这个New Dip这个颜色 就这个在我上一期的 Sephora 种草的清单里面呢 我也是给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这个颜色 这一组的配色 就是说它画上去 非常的可以提现 一个欧美眼妆的 那种深邃感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Tom Ford的闪 真的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好看 搭配这个眼妆的呢 我就会用这一支 这一个 CPB的这一支唇膏 然后这支 是他们的 简直限量款吧 一开始我买的时候呢 真的是纯粹过了 它的颜值 就是说 这个他们家 这个粉色的新的盒子 我觉得很好看嘛 然后 拿到手之后 我觉得 这个颜色也真的超好看的 就它是一个 类似于裸色的 一个蜜桃的一个颜色 我就涂在我嘴上 是一个偏比较裸色的感觉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 气色的裸色 不是那种没有气色的 然后它的整个formula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非常的丝滑 所以 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以前我是不喜欢这种 就是稍微 带一点点橘的颜色 我都不是很喜欢 但这两年不知道开始 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皮肤 有开始变暖的一个趋势 我也不懂为什么 但是反正 就是以前我涂这种颜色 会非常丑的 然后这两年 也不知道是水美变了 还是什么 反正我觉得慢慢的变好看了 然后呢 接下来还是两支唇膏 这两支唇膏呢 是今年Mac新次的 那个Powder Kiss的一个系列 一支唇膏的颜色呢 叫做Burning Love 这支颜色 我觉得又是一支 那种梅子姨妈色 但是它没有那么那么的姨妈 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它们叫这个formula 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比较偏 玫瑰色的一个粉红色的系列 然后它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但是没有桃红色那么亮 比较适合秋冬的颜色 而且这个formula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舒服 就是我觉得它上嘴之后 有一种像那种 里面有龟一样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非常的顺滑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唇膏 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 就是说涂口红那时候 如果你在口红之前 上了比较厚一点点的唇膏 口红就会滑得特别厉害 然后这一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它没有那么的容易滑 然后非常的容易上色 然后同一个系列呢 还有这一支 哇这一支我也是超级超级喜欢 它是偏桑门一点点 比较亮一点点的玫瑰色一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也是秋冬天 涂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薄涂一点呢 就非常的日常 然后厚涂一点呢 又是比较深一点点的那种 比较温柔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就是很好看 下来的东西呢 是我今年暑假 在淘宝买的两个耳环 我觉得我那个 我觉得最近他们 就是我搭配他们的那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我之前视频里也戴过这两个耳环 然后底下也会有人问我是什么品牌的 然后我就告诉大家 这不是什么品牌 就是淘宝的 非常好看 衣服呢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一个 这一个呢是一个珍珠的一个耳环 然后它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是 下面一个小的珍珠 上面一个大的珍珠 然后是开会活动的 就本来珍珠是一个比较优雅的东西嘛 然后我就加上了这一个小小的 detail的设计 就是会滑动的这个设计 让这个珍珠又多了一点活泼的元素 然后像我这种没有那么优雅的人 也可以戴这一个 我觉得就还蛮好玩的 然后还有一对呢 就是我耳朵是现在的戴的这一对 是这样 就它底下是一个 类似一个琥珀一样的一个珠珠 然后是一个耳坠 这一对耳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直性 非常的好看 就是我觉得秋冬里面 搭配这种颜色的色系的衣服 或者是你穿一个比较素一点的颜色 然后搭上这一点点有一抹颜色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好看 那在上个视频里也说了嘛 我觉得就是年纪大了之后 真的开始感觉到了岁月的压力 就是岁月不饶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最近最爱用的蓝药仪器呢 就是这个 这一支呢 在我上一期Sephora分种草的视频里面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了 我新开发了一个它的用法 就是配合了这个安多可的这个安瓶 然后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就是最近我又开始非常频繁地使用它 然后这一个Tricolor呢也是 就是真的感觉年纪大了之后 感觉这边的嘴边的这个肉 开始慢慢地往下掉了 然后法令尾也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说我又开始把它拔出来 然后开始持续地使用 我觉得它其实真的是有效果的 我觉得我最近的脸是比以前要紧致的 而且皮肤它的状态是要比以前更好的 而且有一点非常惊喜的一点 就是它还能小毛孔 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最近发现 我脸颊这一区的毛孔 就是明显地变小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功效 但是呢我还是很感恩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我还是会继续地用下去 买来之后呢 我终于买它的一罐胶用完了 然后最近呢又下了新的一单的那个胶 可见我最近真的是有多么频繁地在使用它 下一个产品呢 虽然我在上一期Sephora的种草视频里面提过了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忍不住忍不住要给大家提一下 其实我觉得上一支Sephora的视频里面 真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近期的爱用品 但是因为说过了嘛 所以不方便再说一遍 只有这样东西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再说一遍的 就是这个我最新 这两个月买的一个Glam Glow的一个油 首先对于一个干皮来说 一听到油就是觉得美好 那其次一点呢 就是我发现它这个Clarifying Oil的去壁口的效果真的好到一个爆炸 就是真的这一块下巴这一块的壁口去得干干净净的 完全没有一点点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它 那具体的护肤还有彩妆方面的一些我近期的爱用品呢 大家也可以挪步去我之前的Sephora的种草的视频里面看一下 最近Sephora也在搞八折的Selma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种草 那下一个呢就是我在奥塔买的一个这个NED的一个叫做Facial Warm Eyebrow Shaper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个Benefit的会上 是我就是他们有一个Brow Wax的一个服务 它会你坐在那边然后它会根据你的要求然后设计眉形 然后帮你把那个多余的杂毛给Wax掉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每次去奥塔想要做那个服务 每次我前面都排了长长的人 我一次之下就感想说嗯那我该做我自己来吧 然后我就在店里发现了这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呢它是一个它里面 哎呦我去 这里面呢它是一个胶状的绿色的胶状 然后头抬下来之后呢直接往上转 可以可以 你不要出来了一会儿 那这个头呢它就可以看到是一个斜头 所以说你涂上那个皮肤的时候 它其实非常的好掌握那个角度 然后你就在你不要的那个多余的那个眉毛的那个地方就涂上这个胶 然后呢再配合着它这一个棉片 敷到那个上面 然后过几秒钟之后呢 就腻着毛发的东西把它一撕就掉了 然后眉毛可以就是那种多余的杂毛就会马上被撕下来 然后我觉得它非常好上手 也不用加热什么的 就是虽然说就是Waxing有一点点疼 但是长毛长出来的速度 刮呢肯定是要慢很多的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这个的 而且这个真的非常的新手friendly 我自己用完之后呢 我还放在我男朋友的那个眉毛上也试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那个疼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就是效果真的比拔或者是说用那个剃毛刀来剃要好了很多 刚刚在介绍衣服的时候 我居然忘了给大家提这个包包 就这个包包也是我最近一直一直一直在背的 这个包呢是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英国买的一支Goyle的那个塞高 那这个包包呢也是我想大家都抢破头了对吧 就听我英国的朋友说就是他另外一个朋友去英国想买这支包的时候 结果那个Sales跟他说啊我不好意思我们店里一个都没有 然后结果我去的时候超级巧就是说有好几个这个颜色 就是让我挑选 然后我就挑了一个这个颜色比较 这个颜色我觉得比较挑一点 然后我觉得其实夏天他也可以背 然后现在到了冬天 秋冬的时候也可以背 而且他真的非常非常能装 可以看到他容量很大 然后你看对 我里面还有一张纽约的季节的那个卡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陪我男朋友去纽约的参加Corea Fair嘛 也是背给他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用 就是平时你要塞一个手机架 然后塞个充电宝塞个钱包 都没有问题的 好啦最后的最后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吃的 那我最近长那么胖不是没有原因的吗 就是因为一直一直一直的在吃 这个呢是我这几个月来我都特别特别爱吃的酸奶 叫做Trobanney这个牌子 然后我最喜欢的这个口味是一个叫做Chocolate Haze Crave 我就是很喜欢吃坚果的东西嘛 然后这个里面是一个Hazel Nuts 就是Hazel Nuts就是真果 我一直很喜欢那种真果味的香味嘛 然后这里面有Chocolate 然后巧克力号称还是Low Fat 坐开 然后巧克力还号称是Low Fat 吃起来没有那么有罪恶感 虽然说其实我还是胖了 但是就是我推荐的是这个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坚果 然后加巧克力 然后这边 这半边呢是一个酸奶 然后你把它合在一起的一个系列 我觉得就是这个口味真的超级推荐 我每次一买就是买个五瓶的 在这边呢也给大家强烈分享 好像我本来说 这是将会是一个简短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那么简短的 对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以上呢就是我近期的爱用品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然后不要忘了 明天同一个时间呢 Face也会上任何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它的爱用品 那最近呢也是快要中考的嘛 祝大家起中考试顺利 拜拜 哈哈 说到爱用品 你最近才是我的爱用品好吗宝宝 嗯 哎呀你不要逃 你不要逃 不要逃 真的是 你不知道大家也很爱你吗 哈喽哈喽我是Cookie 哈喽哈喽我是Cookie 哎呀哎呀不要逃不要逃不要逃